个人的情感和经历的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能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挣扎 这是对您一个巨大的释放吗 听我讲 那么像个同志议题 在那个年代 禁忌 台湾那边都是蛮犯忌的 可能在我的骨子里边 血液里边 其实 其实很小就反叛性了 有的 如果 如果父亲看到镊子会是什么反应 您觉得 父亲 镊子其实在某方面也很非常严肃的讨论的 中国人的家庭反省 中国家庭烦得很 夫妇侄子 扯不清 我们家国家国家国 从家庭就变成国家 也是这种复杂关系 所以您觉得 比如说五四的那代知识分子也好 思想家也好 作家也好 他们就想中国人应该变成现代人 就是他们最想做的 更个体的 摆脱家庭的 这种努力是基本不可能的 您觉得是吗 难啊 我在想 难啊 这都是人性啊 中国人不一向不都这样子吗 到现在也不都这样子吗 什么时候改过 没改过 改不了 你都是这样子吗 当然西方人他们了不起 他们经过了文艺复兴 经过了这样革命 那样革命 好不容易他们挣扎出自己的独立思想 独立那种东西是好得多 二十四几个中国人一直在朝西方学习 西方人这个这个个人啊 什么的 我在美国住 他们都干脆利落 养儿子养女儿 小的有一天一飞就不回来了的 他们也早就准备了 但是有他们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 家庭问题也是一大堆 人很难弄的 我想 太自由太孤独了 他们也不行 美国好的疯子 真的 一下子他就 一下子他就疯掉了 太个人了 跟别人诉苦 没人听的 您是不是对武士的遗产评价不高 武士的精神 有的 我们的求行妄变 不受传统的 拘束 这种东西有的 但对于武士的新文学 我们 我想有一种选择批评的 critical这种 这种态度的 没有迷信 我们之九世纪就摔下去了 二十世纪 有这个武士运动 这么起来 我们自己称为 好像一个小型的文艺复兴 这种的 可是你回头一看 到了世界末的快速的时候 你回头一看 成就也不高 我们整个二十世纪的 我们在世界上 文化这一块 还是没有发言权 没有恢复到大汉天生的 那种地位 武士的文学 起头有很大的希望 我觉得还没有一段 足够的时间 让武士文学成熟 一下就变成三十年代 政治就差进来了 那就破坏了这个 我一九三七年生的 刚好终日抗战 那么战争停了 等我到大学的时候 过去的世界 过去通通没有了 崩溃掉了 都是 台湾也是 反正我们作法民族 整个就是 总有心灵上 灵魂上 有一种漂泊感 我觉得我们总没有 像西方人 他们那样子的 那么安稳心里头 你晓得 像法国人 他亡国多少次 被德国人 打得比他嘴外 你到法国去 我有罗浮宫 我有这个东西 你晓得 英国人 那个大英帝国 没落得一塌糊涂 你到牛津大学 英国人那种派头 为什么 还有莎士比亚 按理想 我们也有李白杜甫 我们也有他 怎么搞的 这种整个 那个大传统的 一下子好像 跟现在接不起来了 断了 您觉得什么原因 原因很多了 原因很多了 有的 所以当年是 作为一个年轻人 怎么去面对 这个事情 现在讲自己 也不好意思 讲自己 好像心怀大志 这种东西 那个时候 也不知天高地厚 所以我很年轻 就办杂志 不是 现代文学 穷得要死的 一本杂志 我们什么教稿 编辑 送书 都自己来 我哪来的 那股撒劲 没钱 在那时候 我们就有一种 寻找一种 安生立命 精神上 这么一个地方 而且文学 是唯一的表达渠道 对 那个时候 是我们安生立命的 这么一个 这个东西 是什么 我们社会比较保守 政治高压 不过我们现在回头再看 怎么高压怎么保守 还好还有一个空隙 让我们在沙漠里的仙人掌还能够活 还让我们写啊弄啊 比如说我就很好奇 比如当时有不同的仙人掌 比如李瑶去办门星也是一个仙人掌 陈云珍去办他的杂志也是一个仙人掌 你们三位是很不太同的 当时您怎么看 比如说他们这些努力 他们比较厚 比你好晚几年 晚几年 闻星是比较偏向政治 政治思想 我们可不是的 我们不谈政治 把政治力量所有的撇光 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大原则 不管你右 左 独 统统不让进来 但是你说比如说 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其实又一直特别复杂 最浅层是政治直接干涉文学 又一直在干涉文学 但实际上他们两个关系一直是非常的密切的 就这种密切是根据分不开的吗 包括您讲的 现在文学最初的时候 我们那是因为在一个政治无处不在的情况下 不谈政治 其实是一个很强的政治立场的 就这种复杂性怎么解释呢 我告诉你 我们把住了一个一点 就是我们对这个文学的这个标准 完全以艺术的成就为最高 艺术成就为最高 我跟您说 就是我一项一项觉得说 二十世纪的中国的文学没有搞好 就是因为政治干预 所以我这一点我觉得要避 那您比如说 金平梅那个时代 或者当时包括唐显祖那个时代 晚明嘛 那时候你晚明的那种文学繁华 跟其实跟政治上的压抑有很大的关系 那种那种那种 那牡丹亭里没有政治吗 充满了政治 对啊 对它变成好像变成某种逃避的方式 您怎么看这种逃避性的方式 还有一点的 那个时代 那个晚明那个时代 就是金平梅的产生时代 跟那个哲学 当时的哲学有关系 新学是吧 新学的泛滥 就新学泛滥 还有呢 他们对这个情跟肉身肉体的大解放 晚明那个时候的思想 其实有点像门一复兴那种感觉 有点像那种感觉了 对人体的认识 承认了人的 欲望的人体的现实 什么肉捕团啊 什么这个金平梅啊 还有一个大队都是那个时候出版的 还另外一边 因为它有牡丹亭这种 对美的 对感觉的 我说这个昆去有两个字 情与美 以最美的形式 表现了中国人最深刻的感情 而且是我们这个文化的那个精髓 昆去有很辉煌的历史的 曾经在宁朝 尤其是晚明到清朝中叶 那时候是中国的国剧 每年中秋有取会 像你们现场的超女啊 中国好声音啊 上千人去比赛了 唱了天亮 还选出冠军 那个时候是卡拉OK 所以昆去当然都唱了 并不是像现在讲的说 取发核光很少人唱 那时候很多人唱歌曲 《红楼梦》也是必读的 吴珊平也是必读的 我觉得这两本书影响了一辈子 这两本书影响了一辈子 一切是我们的文化的精华 看了这本书 我翻了前回忆 我就感觉特别好 这本书让我对《红楼梦》 参加了兴趣 我还重新读《红楼梦》 我觉得我要去读《红楼梦》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它把一个放在一个 更大的历史中来看待 就特别有意思 是是是 在乾隆时代 前面唐诗宋词 元曲下来 然后呢 明朝的小说 武丹廷也出来了 金平梅也出来了 才轮到《红楼梦》 《红楼梦》这么讲吧 他是武丹廷跟金平梅的 合起来产生 他的源头 这就有意思 曹宇他家里面有戏班子的 曹家 他祖父还写着传奇本 所以他里面常常引了《西乡》 引了《牡丹安亭》 也引《寒丹记》 曹宇他可见了他支持歌赋 熟得很 他真的是他继承了中国文学大传统 像金平梅他的那种手法影响了曹宇清的 就是欲望上的一个 那写得太厉害了 把人的肉体的这个现实是写到顶 不过你光是那个的话 那人就变成只有在肉身的这个生活 那人不是的 人还有高一层 精神上的生活的 曹宇他哲学上的一种高度 金平梅没有 而且他对女性的看法很奇特的 恐怕唐贤祖对他影响还大一点 杜云良恐怕还是林黛玉的原型 这么讲这是 对这个情的追求 死去活来这种坚持 所以说一本书它是受时代影响的 所以我说它必须是在乾隆时候产生 绝不可能在道光年间写的 衰势就不行了 不对了 不对了 氛围不对了 对那个干枯了那个时代 他们算了一下 乾隆时代的GDP 乾隆时代GDP是全世界最高的大秦帝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这种东西 但是乾隆盛世 也就是中华文明都衰落的起点 你看红楼梦以后 就没有一本书 连达得还那么一半的高度都没有 我们的那个整个民族的创 creativity 那种创造性突然就衰竭了 不光是文学 所有的领域 各种领域 你看我们的绘画陶瓷 乾隆以后统统往下走 所以我觉得曹小卿 他看了乾隆表面的那种繁荣 他心里面已经意识到 那个荣景 这么有一天往下降了 所以我觉得红楼梦 等于是一首史诗式的晚歌 是挨碗的整个文化系统的这种方案 所以才那么动人 拿《红楼梦》做个标杆 整个20世纪的小说达到他那个一半就不错了 您觉得20世纪最优秀的小说家是谁呢 中文小说家 你看我选一个真的很难选的 真的很难选 鲁迅的《爬花呐喊》 写得很好 写得好 可是鲁迅好像也就是《爬花呐喊》 《爬花呐喊》的小说也很好 他的《Masterpiece》 现在好像越来越对他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第一是被他文字迷住 第二他越过了五十三十年代这些东西 他直接从《金平梅》《红楼梦》 《白花小说》 那个东西下来 海上花 海上花 是不是 你要把它拉长一点 中国文学史 可能他还是正统 可能啊 五四是个例外 五四还是个岔路 对 有可能 都学了西方的翻译的东西过来 张盖玲 他英文也很好的 非常好 翻译Emerson 对啊 他也不大看得出他的句子不洋话的 对 是不是 对 他好像对于这个五四运动的新闻学 好像说他他他他他混然不觉 嗯 很不太感兴趣 对 他没有兴趣 对 他混然不觉 嗯 就是您从来没有过 比如说对这个文化的传统产生厌恶 比如说五四一代开始的嘛 高度批判这个传统 您对这 您这种情感从来没有过 就是 不是从来没有 我也很清楚 我们那个传统里边的一些糟糕的东西 糟糕的 那个我知道的 嗯 嗯 就抽不掉 不行的 嗯嗯嗯 不行的 他教你基本做人的 嗯 帝王书啊或者科举啊搞坏了吧 这个 我想孔子孟子 你看看很近人性的 对人的尊重 对感情的尊重 对美的 嗯 这种 我想这很需要 那么这些年来 一个是昆曲 一个是红楼梦 嗯 我希望就是现在年轻人 嗯 对我们的传统文化 他承换了中的精髓 嗯 那些 很美的 很重要的 影响我们整个 整个审美观 影响我们整个思想的那种 我希望希望这些经典 能让他还魂 嗯 对 昆曲那么了不起的艺术 不能让他摔下去 这是一场白先生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在一个人们普遍怀疑 传统文化与年轻人的吸引力的时代 白先生在不同的城市 对成千上万的学生 演讲过昆曲之美 对成千上万的学生 我们在第一宫 欢迎作家 在第一十年 又一次 来到了 这场 我们制作青春牧丹 希望把一个四百年的经典 给它重新 焕发到青春的生命 但对于白先生而言 不管是年龄与身体 这也越来越变成了某种负担 但这似乎是不可回避的秘密 二十一世纪 可能真的有新的看法 你说还是传统那一套 可能新的这些 尤其是这些学生们 不能接受 现在我就想 怎么让我们现在大学生 中学生 让他们怎么来看牡丹亭 怎么让他来看红的梦 就是看到中国这样的一个现状 您内心是什么感觉呢 我就是 因为这到底 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感情 希望中国是旺盛 好 也希望有文艺复兴 希望 但他处在这么商业的一个情况下 怎么可能有文艺复兴呢 所以咯 我睡着急咯 我觉得呢 我还能替这个做什么 我觉得像我在做昆瘸 做红楼梦什么 我觉得在这里 最能做的是 我想那种文化上的浅移默化 而且我们的历史 还没悠久 我再问问您 比如说过去20年一直在做这些昆瘸的普及 或者说复兴的这些事情 它是个集体性的工作 它是非个人的 但是说这20年如果写出更规模宏大的 或者更了不起的小说 会是什么 就是这种内心的犹豫 有的有的有的 有的有的 我就不搞这个东西是不是的 是不是更那个的 但回头又想说 可能上天就要我搞这个 你都要上天帮您解决了 真的 可能这么好好的 又又做起这个来了 自己也不懂 我记得您90年有一次访问 接受访问说 如果再想写一个小说的话 就写一部《猴楼梦》加上《三国演义》 这是我想的 您讲的嘛 这是什么 大言不惨 您讲讲 当时是怎么想的 对 我在想的就是 就是我想的 哎呀 这个1949的前后 这个大历史啊 大历史的东西啊 那不是《三国演义》吗 嗯 我说 那种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这种的历史的兴衰 历史的这种 这种沧桑 我看了一些大家族 包括我们自己的那种的 起起伏伏衰落 那不是《红楼梦》的那个 如果这两个合起来 这就应该是本大小说 传范有这个 你还会感觉到强烈的这个写作的冲动 现在还是很强 有的 还是非常强 有 还是强的 昆曲把我拖了一大大一大段时间 嗯 好多年 好多年 对 昆曲给我弄了好多年 我该做的做的都做了 嗯 火龙幕也叫掉了 我自己父亲的传也写完了 嗯 弄了都该该该该做的事情做了 如果还可以写的话 这写点出来 嗯 因为我想 把人类心灵中 无言的痛楚 嗯 转换很文字 用用这个这个 文学写人性人情 这就是个作家的 我叫神圣的使命了 哈哈哈 啊 比如说 白先生 比如说我跟您接触 我们不多次吗 几次吗 嗯 比如说 你在 外人看来 啊 真是 嗯 特别潇洒嘛 然后又特别的 舒服 嗯 但是其实您又是一个内心那么敏感的一个人 哈哈 您对这个事情怎么样好和坏 心里都很清楚 你喜不喜欢 心里是 心里都很清楚 哈哈 这两种之间的这种 一方面非常smooth 特别smooth 另一方面其实内心特别有看法 各种看法 就这种这种东西怎么共处呢 嗯 我很 很怕伤害别人 嗯嗯 很怕别人痛苦 不愉快 但我 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那也 我也 在 也蛮固执的一种 是啊 非常固执 肯定 嗯 对啊 这两者可以相安无事 可以的 对我来讲 年轻时候就可以吗 年轻时候比较孤僻 嗯 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讲 嗯 有点霸道 小孩子 啊 生了四年病 把我疯过来这样子 那肺病的时候 那时候是那时候 人家都不怕的 嗯 都避的 所以就弄得好 好敏感 嗯 好敏感 好 我母亲 儿女为先 嗯 所以我很感激她 嗯 很感 感激我父母 他们 医我的病 给我最好的医疗 给我最好的 学习 环境 虽然后来 我环境很 很艰难 但是我母亲 儿女为先 嗯 我母亲挺豁达的 对 她经历多少事 太厉害 我佩服死了 二十岁的姑娘 跑到前线去找爸爸 这太厉害了 她本来是个千金小姐 对啊 上了战场啊 很好玩啊 我的表哥 跟她年纪差不多 就开个车子 从上海到南京 那个伸船方的派去 要来围她的车子 她就下令我表哥 开枪 哇 后来 我表哥说 你妈 她是女英雄 后来 她爬了战骄 那个子弹飞 到南京 她见到我父亲 我父亲大臣 你来干嘛 我母亲 我也是 孔雀真是冒着生病来看你 我父亲还死脸色 前线 你怎么跑来 还看我们家 她真厉害 她勇敢的 很热爱生命的 他生了十个孩子 好像还爱不够了 她的母爱很薄薄的 所以她很那个 她到哪儿去 好像这一片都是露暮春风 这样子 大家都很充满了生命热闹 这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说大吃一惊 本来我的生活也是蛮平稳的 我想突然这么一来 第二个呢 突然到了美国去 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 各种的价值观 各种的东西 让我产生到心理上 一种孤立的感情 一团混乱 内心中天翻地覆 这样子 而且在外面呢 特别对着家国历史 特别感受深 看清楚 看得比较清楚 常常感觉到 很多都无常的这种 彩云易善流利脆嘛 我们说 久了看多了 更加是这种 从家国什么到个人都是这种 看得更多的 或者说您觉得 比如在一个这么无常的一个世界里生活 人肯定是一些更永恒更确认的东西嘛 这东西是什么呢 是情吗 是还是什么呢 是美 是情还是什么 能超越这种无常 情靠不住的 也靠不住 那我怎么办 白老师 情很难弄的 因为人心 人心唯唯 汤先祖 写牡丹亭 他要把那个情 写成永恒吗 超越生死吗 又回来了吗 后来 他再往下走 那寒郸记跟南科记 在梦里面 呦 这个 这个 又有美女 又有金银财富什么的 醒来黄粮一梦 就发现这人生原来是虚幻一场 什么是相对确定的呢 永恒的东西实在是 实在是少 不过可能 可能 可能还是艺术吧 你创造了一本 像《红楼梦》这样子 那就永恒的了 他超越了一个短暂性 超小缘 变成一个经典 能够抵得住时间的消磨 我想 那个 曹雨昕的伟大 它包容一切 它不是写坏人写好人 它是写人 跟大家不同的一点 人都有好啊坏在里头 所以他才 才那么包容 他是以大悲之心 触动了人性 触动真正的人性的根本 如果服侍到跟您做教育 有曹雨昕一样的才华 干 出卖灵魂 一定要干 出卖灵魂 出卖灵魂 我觉得出卖灵魂蛮容易的 要容易 不是 要青春 当然 谁不要想青春 谁不要 谁不要 或者上次想问您的 您觉得风云和风月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回事 您从前想 我觉得一本文学两个都有最好 又有风云又有风月 我想我的台北人其实是 以文学来写历史的创商 我等于是拿文学来替这段民国史做个注解 后来我又有一本书叫父亲与民国 可以这么说吧 父亲与民国等于是台北人的一个注解 现在回头看 它是其实父亲与民国的历史价值在那里 架构的大价值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参通的 现在不是这样明白的 怎么当初这么写的 写的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写出那些人来 现在回头看 还因为有这一段历史 才有那个产生 您有一个多么精彩的人生 白老师 上天蛮宽厚的 不管是牡丹田舞或者红楼梦 好像有一个手 无形之手 然后再知道你 这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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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局红楼梦》这本书 当然我搞了一辈子 看了一辈子红楼梦 我也没有真正想要把自己心得 搞个一千页的东西出来 对 真的好厚 好像我觉得 我看了那么多年 教了那么多年 好像也是为这个准备的 出来以后让一些学生 看红楼梦更容易看一点 还问我这替红楼梦做个柱角 做个下个柱 怪的 这两本书是我一生最爱的两本书 都替他们做了 做了一些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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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